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项目呢 我们一起看 右脚 右脚朝着膝盖的位置 打腿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动作 找膝盖位置 回 勾 同时 手部可以跟着向上的旋转 旋转是向内侧旋转 也就是说让脚尖向着另外一只腿的方向 同时配合打腿 使对方转身 后背向上 打腿之间 翻过来 我们可以再看一遍 对方倒在地上之后 这个动作呢 一定要快速做 因为一旦对方倒立的时候呢 他的挺踢性就会提升 所以 抓住脚之后 打腿 打腿 此时呢 我们锁出的对方 膝关节 反关节 就这个状态之下 他就已经 无法站立了 之后 弄出对方的额头 或者 抓发 好 下面我们来正面 来演示一下打腿的动作 首先 跟托开之后 对方一只脚在前 顺着对方腿的位置往下坐 抬腿 往下坐 对方 摔倒在地 之后 顺着另外一只腿的方向 转动脚尖 同时打腿的时候 打膝盖位置 使其膝盖弯曲 直接从这 转身 从这 记住 然后 打腿的时候呢 打的是对方的膝关节 使其膝盖弯曲 向上弯曲之后 转身 向后 将对方 扣倒在地之后 膝盖此时是摔在地上的 对方已经无法伸缩 我们现在呢 可以 耗霸 或者 摟出他的额头 好 我们再从背面呢 看一下这个动作 首先 当有人从后方摟抱的时候 双手握住 动作拍 动作拍之后 顺着 抬腿 向上摔倒 摔倒之后 打腿 直接 将对方 鎖住 鎖住之后 我们可以 包靶 或者 摟住他的额头 控制他的脊柱 好 现在我们呢 正面来分布演示一下这个动作 首先 当有人从后方摟抱的时候 我们要演出的习惯 双手合十 不要崩开手之后 往两边使劲 手合十 这样比较容易 发力 首先 向下蹲的同时 手向前 向上抬身 之后 挣脱 挣脱之后 对方身体向前 顺势抓起他的前腿 对方摔倒在地 同时 一边转动脚的同时呢 一边打腿 使势对方 翻转 然后 跪在地上 佐住他的膝关节 抓法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